一家人也覺得真的是衰透了 招誰惹誰了 怎麼會家裡沒有人往生 葬儀社上門說要來收屍了 真的很難看耶 還有警察登門說要來抓毒蟲 一個晚上被二搞三次 這是比較大條的事情 那麼小事呢 還有沒事有人莫名其妙來送瓦斯 送披薩啊送蛋糕 我又沒有叫你們來幹嘛 原來是有一個男的要報復 以前欺負他的高中同學 結果呢 想要玩整人遊戲 結果整錯人了 你不能這樣啦 不要再鬧了啦 哎呦 一晚上就讓你流到不睡 這晚上又怎麼樣 不要再鬧了啦 里長一聽到電話響起就很火大 因為幾乎天天整晚 都被惡作劇電話騷擾 亂訂 亂訂 那個啦 雜餐啦 加這個 加薯啦 漢堡啦 還有生日蛋糕 明明沒訂東西 業者全打到他手機來確認 原來基隆一名37歲零姓男子 在高中長輩班上的 誠信同學欺負 查畢業紀念冊上的地址後 就以電話外送整人為報復 留的卻是里長的電話 另一對老夫婦也受害 先是在深夜以有人心肌梗塞為由 叫救護車 消防隊員到達後發現 地址上的老婦人根本好好的在睡覺 讓救護人員好尷尬 每幾分鐘又有人按電鈴 這次來的是藏儀社人員 還帶著濕袋說要來收拾 但人活生生站在眼前 讓他們好傻眼 沒想到天還沒亮 警察找上門 說接貨通報有人吸毒 但吹都沒有 一個晚上竟然二整三回 我們又不知道他是誰這樣子 就一直來亂你們是不是 對啊 男子完全搞錯對象 殊不知仇人早已經搬走七年 靈性男子知道整錯人後 希望對方原諒 但人被以誣告恐嚇罪邪 移送法辦 中天新聞王一傑基隆綜合報導 好